3、2、1、0 这是猎鹰重型并载火箭第三次商业飞行 也是睽違三年以来首次升空 猎鹰重型并载火箭左右两只助推火箭 于数分钟后回到地球 但是中央第一级火箭回收失败 永远找不到了 猎鹰重型并载火箭可以搭载高达64吨载荷 进入地球轨道 用于将更重筹载送进更远轨道 2018年首度进行测试时 搭载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马斯克的特斯拉敞篷车 NASA准备在绕越轨道建造一个新太空站 以选用猎鹰重型并载火箭运送部分设施 NASA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 其中预定最快于2025年进行的阿提米斯三号任务 已经挑选还在测试中的星舰超重型火箭系统 搭载一艘太空船 将太空人送到月球 装设综合报道